听众朋友,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,继续为您播送善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乱世萧雄》。 为什么送到县衙门呢?因为程大慌啊,在这有几个朋友,打算花点钱,上下八点,叫张作宁好好受点罪。 结果到这一找熟人啊,这几个熟人都被调走了,有一个阉病,不能上班了。 程大慌就得大失所望,衙门的人就说,这种事我们不管,再这一说了,你们归海城管,我们这不受理。 程大慌一琢磨,难道就就此罢手吗?不能,没回头,把他送到海城。 这一路上张作林受着罪就甭皮了。 连打带皮啊,好不容易,又把张作林送到海城县衙。 程大慌认识几个熟人,先花了钱,把这话递上去。 衙门里头啊,经常受理这种案子,全名败。 知道程大慌有钱,什么冤不冤,趋不趋的,有钱花就行吧。 就这样,寿里的这个人,把张作林提上来,连拍桌子带剁脚。 你是什么兽医,你还挂盘营业,你为什么堵死人家的马,你知道犯法不? 张作林说,不是这么回事。 我没下错药,不信您调查,我调查个屁。 不容喷说,把张作林一顿叛走,然后押入大牢。 成的旺说就明白,我那是宝马良军,他得包赔我的损失。 起码,得给我一百两银子,其实那匹马呀,满打满钻,也不知十两银子,这就叫哪人呢。 另外呢,还要损失费,衙门给他撑腰,放出这方去了。 没有一百五十两银子,张作林不能出监狱。 成的旺回了家了,这个消息传到小黑山二的沟,张作林他们家里,真是无雷狐狸啊。 张作林他娘哭不?他姐姐也哭,一点折也没有啊。 他这后老一琢磨怎么办呢? 人到了为难的时候,就得找朋友呗,想起行李亭来了,跟张作林交情不错。 这五老二一溜小跑,到了剃头旁。 赶上行李亭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。 跟媳妇蓝宝老爹正吃饭呢, 吴兽医进了门了,哎呀,救人啊,救人啊,大事不好了。 把三口人吓得可不轻啊,撂下筷子和饭碗就问,怎么了,怎么了? 坐林贪了官司了,压到海城献大牢啊,哎呀,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。 老行头一瓶,一跺脚,哎,这年头真是人死亡的活啊。 有钱的人就可以横行霸道,没钱的人就叫人家任意宰割。 扭回头他用手点字,他儿子行李亭,我李亭啊,你听见没听见? 他妈这事儿都是在你身上引起的。 程德华来找你,叫你给提梅。 你要拒绝了,不就拉倒了吗? 你答应给说出这亲事,结果老嘎的着急了,把你揍了一顿,把老成绩的人给得罪了。 这不是报复吗? 这瞪眼看得清清楚楚啊。 现在老嘎的有了蛋了,你怎么办? 罚总,我他妈跟你完不了。 老头儿抄起挑售嘎嘎,就揍行李亭。 无授意就给劝架,别别别别,老人家老人家。 你们家里别窝里反了,这事儿也不能光怪李亭,他没想的这么多。 可事情头儿已经出来了,大伙儿想想办法。 行李亭呢,眼泪掉下来了,觉得对不起张作霖。 人家张作霖为自己,那太够义分了。 我说,我大叔啊,你跟着上衙门去了。 啊,我打听了。 那官司怎么才能了结呢? 要钱呗! 衙门口冲南开,有理没理,拿钱来。 那那那那得多少钱呢? 我打听了,那成了话说,他那匹马只一百两元吧。 外加损失费也得几十两,我估摸的没有一百五,不行啊。 衙门口还得花钱呢,怎么得算起来,也得二百两出头啊。 衙门口,行李亭一平,二百两啊,那是钱呢。 这哪弄去? 可是市的现在没钱,就是不行。 大伙儿分头张了吧。 张作霖一家,求邻居找朋友。 把腿都跑细了,好不容易凑了三十两。 行李亭跟媳妇蓝宝一上,别看蓝宝是个女人,还真心,知道张作霖对一家有恩。 把首饰,戒指,下不了,反自己心爱的东西全拿出来了。 到外的贬当了之后,四十两银子。 跑了将近十天呢,凑齐的文言不到八十两。 还不到一半呢,可正在这么个时候,来个小子叫二秃子。 这二秃子,就是二德国的人。 因为耍钱,叫官夫给逮去了。 压了半个月给放回来了。 这小子回来给送信来了。 找到张作霖的娘就说,大婶儿,我刚在监狱放出来,我跟老嘎子同时都压到一个屋里。 啊,你见着老嘎子,见着她,见着她。 她怎么样? 哎,大婶儿啊,听着真人不说假话,老嘎子那个倔劲儿,你还不知道吗? 受了罪,打得皮开肉炸点。 那里面那人没事就找她的毛病。 你说她能不吃贵吗? 哎哟,我弟儿,这个罪可怎么受。 大婶儿啊,我出来给烧个信儿,快凑钱呐。 要把钱凑足了,把人数出来,什么事没有。 夜长梦多呀,不但人受罪,再给你安生点别的罪名,可就麻烦了。 现在上哪儿说理一下,我就送这么个信儿啊。 二秃子走了以后,这些人全傻了。 这个消息,不雅如火上,颇有我。 邓眼的钱,凑不上来了。 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语。 单说这行李平,一看家里外的哭声一片, 他真是活冒霸装了。 邓眼的钱,他真是活冒霸装了。 邓眼回在家里抱着脑袋琢磨, 怎么想怎么对不起张作霖。 看来啊,豁达跟头起, 那该着我走没? 作霖要有个三长两短,我也不活了。 干脆,我呀,我先走一步得了。 邓眼的钱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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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打算走歪歪道。 什么歪道? 他要自杀。 在抗里找根杀, 往腰里头一盘, 离开剃头旁, 他奔着荒郊了。 走出一里多地, 乱当岗子。 哎呀, 他找了棵歪一波树, 把这绳就拴好了。 天哪, 天哪! 怎么担家我生在这个年约? 老嘎嘎, 哥哥对不起你啊, 你对哥哥够意思? 不是我不尽力啊, 天上不掉钱, 地下不涨钱。 你哥哥又没能呢, 我一个臭剃头的, 我能有多少积蓄, 我瞪眼救不出你来。 你这天天挨打, 谁叫他们打死不可呀, 哥哥我心疼啊。 我呀, 我先走一步了, 兄弟, 别怨哥哥不诈意啊。 这人自杀呀, 往往是想不开, 叫事情给逼的。 说死也不那么容易, 这行李亭也犹犹豫豫的, 得顾一阵哭一阵, 手扒着绳套正在这哭呢, 身后来个人, 他都没发现。 这人在嘴里的嘟嘟囊当, 还哼着蹦蹦戏, 一边走一边唱。 一抬头看见行李亭呢, 手扒着绳套, 哦, 这都不是好事。 所以就会, 哎哎, 住手, 你那干什么呢? 练的什么功? 把行李亭下的一哆嗦, 把手放下来。 回头一看啊, 来个年轻人, 也就二十六七岁, 穿的衣服穿的还不错, 手里的音质包裹子, 红光满面, 兴充充, 正奔这来。 行李亭你还认得, 这人是小王家驼的, 往前走一里半地。 是王家驼的王大发。 他们家可趁钱啊, 有那么句话, 要想有钱的话, 去找王大发。 为什么说这么两句话呢? 因为王大发这人啊, 心仰好, 一般人都管他叫王傻子, 要说起他们家里, 家趁人质啊, 他祖先那辈都是做官的, 在小王家脱, 给制起相当的产业, 良田千寝, 大瓦房上百间。 可是他们老王家, 黄鼠狼下斗杵子, 一辈不如一辈, 到一辈败点, 到一辈败点, 到了王大发手上啊, 几乎把那万贯家财, 败没了。 哎, 这玩意还便不付这个劲, 因为他们家太有钱, 就是王大发那么败, 剩下点这东西, 也可观。 现在王大发家里头, 还有砖瓦房大院堂, 另外, 还有一百多亩好地。 但是王大发这人啊, 不是走下坡道, 什么吸毒啊, 逛窑子, 耍钱, 这都没有。 他本把钱败的, 都是别人设计糊弄的。 咱比如说, 有几个秧子没钱的, 哎, 打个歪点子, 来找王大发。 大发, 有个鸟啊, 哎, 这鸟才好呢。 据说这鸟是华山的, 哎呀, 那好看就甭提了, 你买不败, 像我们都穷人买不起, 非你买不可, 是吗? 那鸟能值多钱? 哎呀, 那是神鸟啊, 怎么说也得值五十两银子, 且且我买的。 其实就是普通的鸟, 连二十个老钱都不值, 而它花五十两它就买, 要不怎么叫王傻子呢? 比如别人钱偷驴来, 这驴比马都快, 哎呀, 太阔了, 神驴你买不, 非你买不可呀, 你们家有钱, 这驴日走一千夜走八百, 多少钱? 得一百五十两, 买了, 其实这驴一两都不值, 你想这人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, 忠厚的有点淤了, 就这样, 叫人左一郎头右一棒子, 把家呀给敲诈的这个程度, 但是王大发呢, 一点不值得愁, 地带外的租着, 房子自己住着, 一天伸不动绑不摇的, 就爱听个大古书啊, 看个热闹, 游手好闲, 实质上他跟秧子也差不多, 就是心眼好, 这么买点果子往回走, 遇上邢利平的, 邢利平跟他呀, 没什么交情, 只是这个王大发, 到过剃头铺, 打过两回遍吧, 你看这王大发呀, 眼睛还挺好使, 认得剃头师傅, 邢利平赶紧把绳结下来了, 你忙着呢, 我说, 我攀个大桌, 行的兄弟, 我看你那日子过得也行啊, 爷俩都会守一, 听说你还娶了媳妇呢, 有什么事想不开, 跑这寻短件来的, 你都不想上吊吗, 哎, 一言难尽, 我家倒没什么呢, 我有个朋友, 谈了事, 是啊, 怎么回事, 你跟我说说, 说说吧, 你认得不认得张老嘎的, 不就像二道沟, 无授业他们家, 啊, 那怎么不认得, 好人呐, 张老嘎的仗义, 别看我们哥俩没交情, 那小伙子够良品, 怎么这么说呢, 咱举个例子, 有一次快过年了, 我在他们宝局门前路过, 有帮小子, 在宝局里都输了钱了, 没咒念了, 正好出门遇上我, 非管我借钱, 我要带着呢, 怎么的都行, 结果我没带多少现钱, 他们又把我的票, 又摘我的怀表, 把我东西都给我分了, 你说平冷的天, 我穿裤衩, 不就把我冻死, 这就是胡子, 这就是抢了, 正在这时候, 老嘎的从里边出来了, 老嘎的暴打不平, 三下五出二, 把那帮小子都给揍了, 把东西给我夺回来了, 哎呀, 把我感激点不得了, 可是时候呢, 我打算给老嘎的送点钱, 人家怎么样, 一个大钱都不要, 够意思, 别看没交情, 这份的, 说着话他把大拇指一挑, 哎, 行李听一听有门, 我说, 王兄啊, 他贪官司了, 啊, 为什么, 是这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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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事, 骂巴子的, 年头他妈也没讲理的地方, 我说行的兄弟, 那老嘎的贪官司呢, 你干嘛上标, 哎呀, 我们俩是过命的朋友, 我能见死不救吗, 可是, 我是臭屁头的, 我又没那么大的能力, 我要说, 你就不想活了, 别别别别别别别, 哎呀, 事情是死的, 人是活的, 对不对, 你别死, 咱们拆一对办法, 那有梅咒念的, 那老嘎的家人都揍坏了, 要最近再不把钱凑齐了, 这人就交代了,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, 能欠多少钱, 多了, 我们凑了还不到八十两银子呢, 看这样, 往最少说, 得二百五十两, 好一好, 就得奔三百, 哎呀, 我这钱可真不少啊, 这样吧, 把这事交给我, 我给想折, 真的, 看, 这么大的事, 能开玩笑吗, 哎呀, 你要那么多, 你可记得得了, 我代表坐立, 我跟你磕头了, 过得着吗, 接着, 把商截下, 行李厅就不锁了, 把商截下来, 问王的话, 你手里头有这么多钱吗, 没有, 哎呀, 不怕你笑话呀, 把我箱子里滑了滑了, 还不到五两银子, 那, 那你说这话干什么, 我有房子有地, 那不也是钱吗, 现在我就回去, 找买主, 我全卖, 想什么办法, 这数目我跟你凑上, 哎, 真的, 那还能说这玩意吗, 不信你跟着我, 你说这王的发呀这人, 这心眼也太好点了, 回去就找人, 任何贱卖, 没三天, 连房子在地, 全卖了, 凑齐了文言二百多两吧, 王的发把这钱交给行李评, 怎么样, 够不够, 哎呀我, 我说点什么好呢, 将来老嘎的出来, 绝不忘大恩, 你放心, 连房子在地, 全给你赎回来, 别别别, 我没值得, 我就当没有这钱, 这是老祖宗给我留下的, 有他不多, 无他不少, 哎呀, 行李平乐的, 简直像做了一场梦, 把这钱拎着, 来到张国林他们家, 一家人拼完, 也是喜出往外呀, 无受益, 行李平, 老行操, 马上准备辆车子, 就赶奔海城县衙, 先找个店住去, 第二天, 跟县衙们的人一打招呼, 经手人一拼的是什么, 熟长做零, 颜子超齐了, 超齐了, 超齐了, 你们知道多了吗, 知道啊, 不是, 马价作为一百, 损失费, 另一, 我们估摸是差不多, 得一百五十两颜子, 带来了吗, 还带来了, 一百五, 是, 一百五十两万元, 啊, 挺山河的啊, 这么几天把钱凑齐了, 你们先听信吧, 我们得跟人家苦祖打个招呼, 问问程队爷, 派人给程德华送信的, 程德华一听, 真把钱凑上来, 有点不信, 第二天赶到海城, 衙门马上派人, 把行李平他们又找了, 翻头对面, 把银子一过数, 一百两, 减事费五十两, 程德华一看, 红嘴白牙这话说出去了, 人把钱给赌上了, 就没词了, 细说他妈便宜, 你个小子, 又一盘算可也差不多了, 就因为他不愿意把他姐姐给我, 我也把他折腾得够巧, 这口气我也算出来了, 所以这小子答应, 撤回申诉, 没有苦主这事好办, 牙脑口还得累喝, 行李平明白, 跟这无授意识上下打扁, 这帮小子真狠啊, 精手三分肥啊, 大有大份, 小有小份, 又分散出去, 一百多两银子, 这才答应放人, 咱们说的挺简单, 其实呢, 由他插手办这个事, 倒完, 没四十天也差不多少, 衙门的人告诉了, 明儿早晨吃完早饭, 来领人来吧, 哎哎哎, 这几个人回到店房, 连觉都睡不着, 就怕变卦, 等着第二天, 也没顾着吃早饭, 到监狱门前等着领人, 有人到里边去了, 能有一个来小时啊, 这才出来, 等着吧, 张作霖这就出来, 谢天谢闭, 众人眼巴巴往监狱的大门看着, 翻回头, 咱们再说张作霖, 这都挨的, 张作霖要豁出去了, 明白怎么回事, 在里头不服务, 有时候那里的老头进族找他的茶, 被打死客的, 张作霖冷笑一声, 各位有劲你们就答他, 我天上的剑骨头, 我爹没给我留下别的, 留下一根硬骨头, 就是不怕糟, 我三天不挨揍, 我皮子痒痒, 你瘦得太好了, 打得好, 打累了谢会儿, 谢会儿再接茬打, 呀, 那这小子, 跑这会儿来立棍儿来, 打打, 你说那能不吃亏了, 尽管如此, 监狱里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的, 心说他妈这小子, 真是肥骨头, 肉烂嘴不烂, 不好惹, 也服上, 另外张作霖在监狱里头, 交了个朋友, 这个人哪, 特别赞成张作霖, 多方对张作霖给予照顾, 两个人感情这一尽, 无话不谈, 张作霖就问, 朋友, 你是干什么的, 这个人一笑, 才要吐露, 真情, 听众朋友, 长篇评书, 乱世枭雄,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, 责任编辑张红,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, 明天继续收听,